广州队这边的F20急不可耐 这哨声还没完全想完 已经冲过了半场豪 这回哨声响起比赛开始 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 2022年中超联赛第十轮 河北队对阵广州队的较量 右边是17号杨丽鱼 封线上是28号凌杰 凌杰一脚打门 球进了 刚刚开场第二分钟凌杰 这个赛季应该说在中超联赛里边有了斩获 八次出场第一个进球 这个球在这样一场六分大战当中 应该说来的是非常非常之早了 看完了视频的回放 最终取消了这个进球 河俊哲缠住了F20 这样是今天的第一张黄牌 有点消失不见了 运欧连续的广州队后场的失误 张俊哲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基本功不到位 这就两黄变一红了 本来张俊哲拿好球 想要向前传递组织进攻呢 但是传球之前这一脚汤大了 自己再去下地放铲 酿成大错呀 追悔莫及啊 全都是阵地战 对方密集后场 这人很多 好球有机会 杨丽渝 1比0 这球进了 这个赛季两次打 河北队杨丽渝各进一球 如果今天也能拿下胜利的话 他真的是河北克星 广州拿六分的功臣 他刚还在说 河北队退得深 广州队阵地战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但是这一次阵地战 应该说打的不是特别繁复 做小了 大北队号还能拿再给右边王世龙 刚刚已经有一次助攻了 这次传的也不错 正面 严顶浩 正攻大剑 又一个横梁 打得很不错 然后进区靠外的地方 这个防御可能就小一点了 扭着身体往后顶 没有办法完全拧过来 严顶浩 落点不错 投球 这是一个逾越冲顶的架子 没有顶出来逾越冲顶的效果 F20这球顶偏了 坐回来王世龙 船中质量也不错 投球 这球顶的球速不够 吴少聪的投球 被包小熊拿到 脚球 这是少打一人的河北队 非常好的机会 前点投球 我差一点啊 对抗之后 这个球高高的飞到天上 大家都不敢拿第一点 徐天元拿到了 摇德纲倒地 主裁判吹了点球 下面场第二十五分钟 这是点球的手势吧 李昂呢 也是没有看到身后的状况 踢到了腰德纲的腿上 这个球 如果不越位的话 应该可以判点球 单位来脚远射 把小熊扑了一下 还有机会 郑盛雄再到底现传 河南和长生的比赛 打成了六比二 这俩队 好球 这球越位吗 好像并不越位 进去里边没有接应 接应上半了 还是到了 随持弹道 阅位的哨声 还是响了 无球的情况之下 任威倒地 一张红盘给到埃菲尔丁 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互相抱 然后任威先有一个大动作 埃菲尔丁回头动作 跟任威也差不多 人为趁势倒地 张子力进去里边拿好球 再交郑盛雄 打门 变相之后 应该是脚球 这两分钟拉开了梯了 严顶号这球没卡住 但是时间也到了 这样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声吹响 广州队又是凭借杨丽渝的进球 1比0战胜了河北的